沒有光臨 沒有我 是否這樣說 樊台這次應該是第四次 因為那個團是台灣的哲安特旅行社交 是匪夷所思地豪華的養豬團 因為那個管理會令你認識得更加多 但是譬如我先試問一下 害怕吧 大家好 又是我Nelson 我們今天又非常開心邀請到光臨來我們的頻道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我第一次拍片 或者為什麼開始拍片 其實真的是因為你 我不是開玩笑 我很記得那天我們打算訪問你的新車 然後我完全沒有準備過 打算出鏡或者去做同你這樣的訪問 我當時只是打算問你問題 然後就說拍片 你覺得很悶 我自己拍片 然後就說你過來 沒有 邀請你一起拍 知道 老師 然後我就即興地玩了 這樣才開始拍YouTube的頻道 超棒 沒有光臨 沒有我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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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進入正題 今次邀請你回來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都有很多不同的故事 單車上的不同的故事 可能前一陣子又去了奧運 E-Sports的奧運 拿到一個好好的成績 拿到一個同牌 非常之厲害 香港唯一一個 你上兩個星期應該參加了你第一次的環台 是嗎 應該是第一次跟團 跟志安特旅行社的環台 但我自己去環台 今次應該是第四次了 嘩 厲害 我都未還過改 我要檢點一下 前三次都不成功 所以我打算今次參加旅行團 包無死一定會成功 但誰知道都是不成功 真的嗎 對 因為打風 我差80公里 真的嗎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會準備去第五次 哦 這個貴人出門 一定是招風雨 是 即是你是最後幾天打風 我其中間有一天打風 因為那裡停班停課 那天是點到點 由一家溫泉酒店 車到我們去另一家溫泉酒店 哦 即是你過了行程 是的 沒錯 哦 但之後過了颱風 就玩了 即是引來其他正低的行程 過了颱風之後 就完整個行程 就完整個行程 因為參加旅行社 你預算是九天 那就是九天 不像我們自己 多一天就多一天 那Model大會安排就是 那個行程 完颱風之後 就會跟著原本的行程 就繼續走 哦 行不緊要 向好的方便想 又有多一個理由 去多一次台灣去橫台 是 下次帶我了 你帶我 我等你搞一條 橫台之旅 你有什麼特別難忘的事 或者開心的事 有 我覺得很難忘 因為跟我預期的很不同 我去橫台之後 其實我原本想著會瘦 即是九天踩八百公里 結果我胖了兩公斤 即是超不開心 即是肥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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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團友應該多了肥胖了 因為那個團是台灣的 哲安特旅行社交 是匪夷所思地 這麼豪華的養豬團 每天都踩得多 每天都踩過一百公里 但因為其實它的團有射實 它是大約時速20至25 你可以幻想到是比較上休閒 而且它們的補給是做得十分之好 它每個小時都會給你休息 你都會買當地的特產 特色的雪糕 炒冰 數之不盡的水果 每個小時就不斷被人餵食 十分之開心 除了吃到肥胖了之外 第二件事就是 我原本期望是 很多退休人士 或者是依依和叔叔去參加 但我發現真的不是這件事 反而是學生 畢業旅行 沒錯 很多是中學高中畢業 然後去大學這一年 台灣人會覺得 環島原來是一件人生之中 都是需要完成的一件事 是一個檢查 list 沒錯 所以他們就去參加 更加起束網外 就是他們是一個下令營 什麼叫下令營 是爸爸媽媽帶著14歲的小朋友 放下他們去這個團 他們就不跟著 他們就不跟著 是的 因為他們的環島 我問過他們 他們搞了很多年 是十幾年 變相十分之安全 安全到是 連爸爸媽媽都可以很放心 交低小朋友 自己就走去 有領隊 有隨行的工作人員 會確保到全團人的安全 不是說大家踩單車 有一定的水平和成就 這樣才會說 其實不是這件事 反而是一個很普通 很平凡的小朋友 都可以完成的一件事 所以我覺得世界 跟我想像中很不同 可能之前 為了沒有旅行社 或沒有人帶著你 人們還到便覺得 每個人都要很快 幾百公里 怎麼踩得完呢 在這個團 你就看到 Ticker也很好 支持也很好 反而令到大家 對踩單車沒有信心 可能就算 英俊學生 剛剛畢業 都有這個能力 有這個機會 去完成這個環台 所以我覺得 是一個十分之好的活動 可能自己 喜歡踩單車 你又很擔心 例如女生 我自己去考慮 會不會自己一個去 還是跟團 其實最大的考慮位是安全 因為始終人生路不熟 來一些交通 我試過在台灣遇過單車意外 第二個問題就是在於維修 你會擔心 萬一踩到中間 突然之間爆胎 或者駕駛不行 你可以怎樣 我們會比較多擔心 但你參加旅行社 基本上要付錢 別人就會支持你所有事情 行程不用想 腦袋不用戴 只要帶肚子去 然後變成肚腩回來 這樣就OK了 即使可能不夠力 你立即可以 不要說上support card 他會有領導帶著你 對 對 真的不夠力 那就可以上support card 不是 他除了上support card之外 還有一個選擇 例如女生 他會有壓隊的技師 陪著你踩 傾著你踩 沒有壓力 對 真的不行 他有電腐車 這是第二個選擇 多踩電腐車 真的不行 也可以上他們的旅遊車 一路會帶著你 萬遊台灣 在車上涼著冷氣 這樣就完成了 即是讓你休息 大約你休息 對 對 我們很多團友都是這樣 那不錯 我想三、四十歲那些 就是踩到第二、三日 膝頭痛 因為始終距離比較長 就像你這樣說 去旅遊巴巴 休息一個上午 下午吃完之後 OK 段路比較多平路 他們又下來踩 所以都會完成得到 我自己也不知道 原來 我以為真是靈狗 那我就想上車 但原來他有給予更多選擇 就是E-bike 對 一些電動輔助的車 我只記得 之前看過的照片 就是開車尾箱 全部都是支援的食物 有香蕉 有Energy gel bar 超細心 除了吃之外 他連太陽油都提供了 所以根本上 真的什麼都不用拿 就可以去 那你有沒有說 哪一天最難忘 是 有 打風之前那天最難忘 因為打風之前 天氣預報是很大雨 我們想著 那天是不用踩 是 因為那個雨實是紅雨那麼大 即預報是 很安心地睡 誰知道六點 每天六點鐘會有morning call 是 morning call 一拿起電話 接著就收回 即收回 morning call就完 是 然後又再響 我再拿起電話給我聽 然後領導就說 今天正常吃 對 我就告訴我 今天正常吃 不是吧 然後我們就很淡淡的 知道 他就照吃飯 照踩 那天就是 沒有下雨 全日都下雨 都下雨 香港的紅雨 這麼大的雨 我們在洞水泡了一天 幸好 因為其實他們很貼心 他們連雨衣都幫我們準備 不是準備那隻 香港的便利雨衣很薄的 他們幫我們準備那隻 是厚的 是可以擋到風暖到暖的 即使我們那天浸在水裡 全部團友都沒有人病 而晚上是去溫泉酒店 終於可以泡熱湯 即泡一凍湯就可以泡熱湯 其實安排上也是十分之好 我覺得他很細心 就是在於那天因為我們濕透了 所以他叫餐廳 關掉所有冷氣 免得來人親 對 然後每一個支援點 有熱水給我們 也有熱的咖啡給我們 變成心靈上或身體上 都真的照顧得很好 所以我覺得在很極端的天氣下 他們都可以保障到我們安全 保障到我們健康 都是一個十分之難忘的經歷 亦都是一個很好的體驗 美中不足的就是其中一天 真的天氣太差了 我留待下一次吧 期待可以跟你下一次 等你搞一個旅行團 我第一個報名參加 加油 我的服務可能真的沒有 等不上旅行社那些 你去完環台後 你還去到台中的Jiant總部 是 去到Jiant總部 去到自行車探索館 說得這麼快 我們就踩單車到了台灣的自行車探索館 即是我們所說的單車博物館 其實單車發燒油也有所不知 台灣來說 單車板塊 即是製造單車的核心區 其實正正在我們台中 所以如果大家有機會聊到 一定要去台中去參觀單車博物館 剛才他們的機緣所說 就是他們裏面有八個自區 事不宜遲 我現在就準備去參觀了 拜拜 我剛開始就以為 好像香港的博物館一樣 但進去後 首先也很感謝館長 他們很熱烈的招待 進去後 如果你是有踩單車 你很喜歡踩單車 我覺得你是人生去台灣的話 一定要去一次 因為這個管理會令你認識更多單車 例如單車先問一下 很害怕 問一下 第一部單車是多少年發明 不知道 好 第二條問題 我想問 單車何時才開始 正常兩輪都一樣大小 哈哈 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我去到那裡便會覺得 原來單車的歷史是這樣的 最好在於甚麼呢 它不只是有剪板給你看 我上網 Google YouTube都可以 最好是它有一些當地的自貢 即是我們的異工 應該叫異工 應該是吧 他們退休了 對單車有興趣 博物館也會訓練他們 做導賞員 有一個志工 帶著你去看 就像我剛才問你問題 當然答不到 對吧 之後便會令你認識到單車更加多 原來單車一開始的發明 不是我們普通人都能踩到 是貴族才可以擁有 即是過了一百年之後 到日本傳去台灣之後 都是一些東地做公務員 大約十個月工資才能買得起的 即是社會地位的人才可以 都要十個月工資才能買到一部單車 原來我做單車很後期才發展到現在的水平 去到再後期一點 我自己一開始接觸到競賽的單車 去到再後期才是這件事 所以就變成十分之正 即是從歷史的角度去認識單車 第二部分就是 其實展館有八部分 那我不說完 說完你一集都以為不到 還有我覺得 如果有小朋友 即是可以帶他去玩 他好像科學館一樣 有很多互動的成份 我覺得是十分之好的 你知道到背後的原理 我們平時是完全不在乎 你去到博物館就可以去看得到 有我的歷史 我記得當中有個科技 經常說AeroAero 沒錯 然後有不同形狀 然後吹風 誰能吹動 其實吹不動 就是Aero 因為風就離開了 沒錯 有這樣的東西給你玩 是 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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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而知 科技究竟有多重要 會影響到單車背後的設計 片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